幸福里的故事 正在我们的山东卫视热播了 其实看完了这部剧之后 说实话 杨岛包括结尾主创们 我其实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这部剧就特别的真 就点点滴滴 就讲得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一样 所以杨岛我特别想问你一下 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表述手法 让这个故事变得这么真的 我觉得我创作 我拍戏了这么多年 实际上基本没有离开现实题材的创作 也没有离开小人物 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创作 和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的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小人物 实际上如果说没有真 观众们是不买账 因为你拍的就是他们 我觉得真实的情感 真实的生活 我觉得是拍现实题材的生命 因为看电视剧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有 他们都是专家和有发言权的专家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任何戏 实际上无论是 无论是什么风格样式的戏 真永远是必须坚守的 就是这种真实和这种真情 其实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受得到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但是虽然讲述的是北京的幸福礼 但是其实折射出来的是咱们整个 中国跨越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礼 所以我想问问其他的几位主创 就是你们有没有哪些地方让你们感觉到就是特别的真 乔晨你也说说吧 当时你的造型 你觉得是有什么感觉和感受吗 就剃了那么短的短发 那个是你自己的头发 把剃那么短发 我想知道一下 就把自己头发剪那么短吧 不是 对吧 不是 大家认为 对 大家认为我那个头发真的很真 以为我真的剪了短发 但是一个电视剧拍摄的时间 它是有限的 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内 从寸头长到了齐腰长发 所以为了后续吧 所以导演比较心疼我 没让我剪发 就弄了就是假发是吧 对 假发 做的还是很真的 我们幸福礼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它体现在浮画道上 您比方说 金大妈手上那个唐次刚的 还有李大宋的自行车 吴锡海手上的笔 包括了苏苏的每一个发卡发带 都托具当时的年代风格 所以说在每一个细节上 我们都是非常的考究的 并且为了突出这个真字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去围读剧本 就是拍完戏之后还会去围读剧本 您看到很多细理的情节 有的是导演的亲身经历 有的是导演看到的故事 有的是我们身边真正发生过的故事 我们把它用再通过电视剧艺术化的手段 再演绎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剧真 是这个情况 还有导演的故事呢 那导演的故事我们是要再聊 看看哪个是导演的故事 但是其实我想跟你聊聊那支笔 那支笔因为那个时代 可能不是不是我这个时代 我可能没太见过那样的笔 它真的就是那个水要是没了之后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一个一个人物出现 然后就可能就相对的那个什么一点 是吧 真的有那样的笔是吧杨导 你这个人物两个字用的非常的好 是这样 这根笔呢 我也没见过说实话 因为小时候我也没有 但是等这个剧在网络上有播出了之后呢 很多网友就会给你私信 就说那个笔是我的童年记忆 它也不是说没水之后就出来 它是一倒过来之后就会出来了 所以说从这个感觉来说 就是这部剧会唤起我们8090这种 父辈母辈的那种记忆 很多人是见过这根笔的 所以这也体现到了我们浮发道的这个用心 其实你说到浮发道 说到服装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服装 它是能够把不同的人物性格呀 家境啊都体现出来的 但是说句实话杨导 这个我得问您 就是为什么我看剧的时候 我看剧中陈哥 就是陈哥在里边那个李长那穿的衣服 到现在看起来它都是不过时的 就好像都很时髦的样子 都挺潮的 我觉得呢 我们这个戏呢 就是我要求演员 要求主创 服化道 我觉得呢 要牢牢地打上三个老印 就是呢 人物的老印 生活的老印 和时代的老印 那么我觉得这个戏 它有四十年的跨度 那么时代的烙印 就体现在 你刚才说的这些服化道上 我们不可能 完全回到那个年代 但是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一定要有生活的那种 那种 那种当年生活的那种 那种足迹 所以说它怎么样 把过去的跟今天的 因为我们拍那段戏 也是给今天人看的 我觉得这两种 时代生活和现实的结合 是我们这个戏里头 要做 要表达的 苏苏你也说一下 你的造型吧 你在里面就有一些 就长裙之类的 是不是 我想说的 就是我当时 进组的那个感受 因为大家伙都开机了 我是开机好几天以后 然后才进的组 进组当天 我去找杨导 去试了场戏 然后是正路帮我搭的 其实那一句 不是 咱俩都一块试戏 如果试戏不行的话 咱俩都被递了 你明白吗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以为有我失信的 然后 咱俩 我进到那个小院 因为那个小院我去过 我去拍过 当我进到那个小院 我发现那个小院 已经变得完全是 是不一样了 那个年代感极强 尤其是他们在拍礼物 但是那个厅子里放了一个缸 缸里面还放了花 荷花还冒出了 就是没有拍那个角落的时候 那个角落还做得那么精致 一下让我触 触 就是心里面特别有感触 就进到那个院就感觉像进了一个真实的家一样 然后坐在那和正路我们俩把那个戏搭完了 搭完了之后呢 我印象很深刻 正路的那个眼镜换了至少有十副 为什么 导演一直在帮正路找那个人物 人物的最贴近那个人物的感觉 我们戴了至少有十副吧 那个那个眼镜一副一副 每一个细节导演都控制得特别的严谨 尤其我后期变成从红美花回国以后 我一直在问导演 我说发型怎么办呢 回国要怎么弄呢 导演一直不坐声 然后突然有一天导演发了一张照片给化妆老师 他就做这个发型 就是烫了 大波浪 大波浪 记不记得 还是扎起来的大波浪 那个发型是 就是一个爆炸头 当年那个年代最潮最潮的一个 Disco 所谓回国的一个造型 对 那我们聊完了苏青在剧中的造型 那正路你也说说你在剧中的造型吧 这个造型我觉得其实也很有特点 尤其刚才也提到了说你大概换了好多副眼镜才定下来一副对吧 对因为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是男二号 而且它和李强之间和男一之间是有剪不断铝还乱的关系 我的形象一定要和李晨的要有很明显的区别 我本身我比较白 那又人送无外号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先天上有一些差距 但是人家颜值搞一些 这个你要能承认 并且我的角色因为它有年代的跨度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一副眼镜 你比方说前期的时候 我的头发是这样垂下来的 然后那个对就显得会比较学生气一点 然后后期呢我的头发滑 又这样梳上去就变成那种油头 就会根据年龄的不一样 所以会改变你的造型 然后这也是导演非常用心的一点 而且我的那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道具 你可以看一下剧情里面 我的眼镜被王晓晨拿去上去读过检查 王二 王二 这些纸条都是别人给你的 你不用看 这个 是我给你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看你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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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问你干嘛 你小点什么 吴熙凯说了 我收到那么多纸条呢 都不用看了 我就看他一个纸条就行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从今以后 我要再收到纸条 我就等着开学生家长会的时候 当着老师和家长一起念一遍 我的那个中期的那个眼镜 就是没有矿的那个眼镜 是被李强拿过去 我们在一块吃火锅的时候 他们会经常摆弄我的眼镜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会出现那么一位两位 尤其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不太礼貌一点 就是像四眼 戴着小眼镜呢 但是这个眼镜同时也赋予我身份 因为我的身份和道具是贴合的 我是个学霸 所以自然而然 对吧 读书多 所以眼镜就必须得配上 就这么简单 是 但其实我觉得除了你们所说的场景 这个浮华道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真 就是满嘴地道的那种北京话 听起来就是很有很有代入感 就是北京的胡同 胡同里边的语言 对 最开始其实我的压力是最大的 我也南方人 然后要说北京话 虽然我从小学的是民歌 但是和这个北京话 是一点都不 就搭不上 刚开始进组的时候 天天听着这些老北京的故事 每天听着睡觉 然后也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 特意找西城的朋友 去听他这个口音 然后我就发现 我越往这方面想吧 我这个就越左 越往这方面想就越左 然后自己就极不自然了 反而其实有一天 我豁然开朗的是哪一天 有一天我和诚哥聊天 他说你就别想着说北京话了 听不懂 你就问一下这个什么意思 因为很多北京话有些词 我是听不懂的 就像有一场戏 我和诚哥还有那个 莉莉姐 金大妈在我们在后院 说考英语的事 莉莉姐说那个底子 底子潮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这个潮是什么意思 就整个人就有点 听不懂的词 我就会有点出戏 学外语呢 你好 看管下次见那不是什么时候 你们俩一块儿学 你听着 方 多少年都没学了 跟不上了 原来底子就潮 你听见没有啊 哎呀呀呀呀呀 以后你学的时候 你就叫着他 我十万一点 他这回回学校 就是跟着高考去的 对 把我试试 你为什么要学习呢 别给我烦着呢 一条时间 太好了 因为我那边的信号 实在是有点不好 所以我就跑到导演员屋来了 大家见谅啊 来回串来串去的 刚才苏苏说 他说北京话有问题 是吧 其实这个问题呢 主要取决于两方面 第一就是导演的任何作品 对于同期生的要求 是特别的高的 所以说就一定要让大家 在现场用声音 尽量避免要后期配音 因为这样能够 最大程度的保证 我们电视剧的真实好看 这也就是刚才 你一直在说的真 第二点 你听苏苏说什么 咬文嚼字什么 别那么在乎 其实他特别在乎 北京晚上那时候 就是我 音频发那个是否丢 我们主持人做的 什么八百标冰 断北坡 泡杯平台北边跑 苏苏全部来个变 就说怎么样 我这个发音才能够更贴近于北京 那个调职怎么样 才能升上去 所以说不要轻信任何一个演员 在一个 他自己的多用功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我那个音频 都是他 但是这个属于苏苏的一个 这个齐步的关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很用功很用功 所以呢苏苏呢我们接下来时间 就加一个随机的环节 检验一下你的训练成果 八百标冰 奔北坡 你来一个吧 来 在你们两位面前先 这不是让我先宠吗 你们俩是专业人士 算了算了 私下还改 私下 你说一个让我们听一听 八百标冰 奔北坡 再给你出一个 你再证度再给出一个 出我们幸福里的一个非常 非常招牌的 准口溜 白石卡 白石搭 白石搭白卡 白卡白石搭 搭完 都白搭啊 我这脑子不太好使 问题是 哈哈哈 一句句话 白石卡 嘿你这今天非得 虽得让我练是吗 你知道要检验我的鞋 现在功力怎么样了是不是 都说家属不可卖洋 但是 今天就绕到洋了 老板 来来来 来那个 苏晴我给你出一个 最简单的 哈 班干部管班干部 说三遍 这不是最难 班干部管班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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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不错 还不错 还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对 因为小陈是青岛姑娘 青岛姑娘 就是你对于北京话这一关 就是你有什么 就是比较难克服的问题吗 因为剧中都要讲北京话 我们有跟导演聊过 导演 我们也没有 让演员专门去找那种 特别本思的那种北京话 因为毕竟还是要播给全国观众看 我觉得这个 对这个戏呢 实际上它毕竟是北京的事 北京的景 所以说呢 我觉得北京话是这部戏 对演员的基本要求 能够大家觉得 哎他像是在这个景里头生活的人 就是北京人 我们没有刻意的去拿那种 特别特别地道的 完了之后呢 甚至是说把北京话呢 去品 实际上生活化 我觉得这个 这个对我 我们对演员的要求 可能更重要一些 只要是它是 能够说出北京话的那种感觉 就就可以了 因为刚刚郑璐也说了 咱们这部剧当中 浮化道表真实的真 那小珍你要不要也说一说你自己 你有没有在拍这部剧当中的 哪些过程让你感觉就是非常的真 很真实 首先我觉得要夸一下我们的美术老师 真的是给我们那个胡同里面的场景啊 包括那个年代用的暖瓶啊 自行车啊 然后盆啊 包括那时候的电闸 包括墙上挂的画 我感觉很多的细节 因为我们有跟导演一起去 在维读的时候 我们有一起去胡同里面去看 然后看到那个景 我感觉就已经 基本上找准这个人物了 就是我当时已经在想了 就是这个人物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人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找了那个公交车 然后拍公交车 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 因为青岛也有那种电车 我们我因为我是 我是公交车司机也是售票员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票夹子 还有背的那个包 还有就是好多的人都是人挤人 我觉得这种感觉 还真的在我们系里面是 当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跟我的家人一起挤公交车 所以这个就会让你感觉 很怀念 特别真的地方是吧 对 我觉得苏清你说说吧 除了这个语言方面 还有哪些情节让你觉得比较真的 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很真 最开始其实有一场次就是我和 金大妈站在那个小院的台上 然后告诉大家 给大家鼓劲 每个人其实站在那内心 都有自己的一些憧憬啊 担忧啊 或者向往啊 就特别像我们那个时候 去高考的时候 所有的父母送在那个 送到那个学校门口 跟我们鼓劲啊 或者是告别啊 那个心情其实还真的蛮像的 孩子们 现在就是你们要面临 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 肯定紧张是吧 我都紧张 就那个心就 就跟那个小兔子 跳了嗓子眼了 是 我也紧张 但是你们千万别忘了 你们身边这些爱你们的人 我们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有一句话 叫寒窗库独千万载 可以可以 十载 十几载 什么十载 儿子知道 十几载 寒窗库独十几载 只为今日漏锋芒 那我就祝你们考试成功 金榜提名 好 出发 其实我整个的剧用一句话来说 其实就是用柴米油盐 酱醋茶去调味那个澎湃的时代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因为这部剧它是讲的 应该是我父母那一辈年纪的事情 但是一直有一个场景 是在剧中 哪怕跨越了四十年 但是它一直反复地出现 就是那个白塔 就是那个碗和墙 它们总是在房顶看那个白塔 然后包括像美华 它们就也上房看那个白塔 我想问问杨导 这个白塔对于整部剧来讲 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意义吗 除了它跟那个白塔白石达的 那个顺口溜相关 还有什么其他的寓意吗 我为什么把王晓晓演的这个角色 起名字叫陈碗 碗 为什么把李晓演的那个角色 叫李强 是红墙的墙 我原来呢准备这个名字叫 红墙点绿瓦点白塔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 特别是生活在北京 生活在西城的这些人 红墙那个是 西城是我们国家 特别特别重要的政治 这个中心 绿瓦是传统 它西城有很多古迹 白塔 我觉得生活在白塔上的普通人家 我觉得从政治 从文化 从现实生活 我觉得它很能代表 这部片子我们想要的 时代变迁 红墙一在 那个绿瓦还尚存 但是白塔下的人家的灵点 如果是叫红墙绿瓦的话 小陈肯定是同意的 因为在我们山东也有红墙绿瓦的地方 那就是王老臣的家乡 真的 青岛 红墙绿瓦碧海蓝天 也说的是红墙绿瓦 也是跟青岛也这种关系 但其实 《车渴可舟》 那是康有为给青岛写的一首诗 是的 那下部戏去青岛 再用这个红墙绿瓦的名字 导演来拍 我老远 其实除了白塔在一直出现以外 还有一首歌也在一直出现 就是那首《碳清水河》 这个《碳清水河》呢 我呀实际上我很小的时候吧 我就听我爸爸哼过这首歌 我因为呢我爸爸 我爸爸是四爷 解放战争的时候 还受过伤 我当时我爸爸哼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爸爸也是个党员 也是个干部 他怎么能哼这首歌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认为那个歌 你们不见过他了去 也有前两年呢 突然在这个网上 还是在什么东西看到了 原来这是一个有历史的 一个过去一个北京的 特别特别真实的一个爱情 所以说呢 对这个歌又重新的认识 再加上那我们现在的歌手 又重新把它演绎和编唱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歌曲 所以说呢 我们这部戏呢 又是一个爱的故事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必须得把这个东西 这个元素拿到这个心里 而且这首歌对于瓦儿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吧 是的 出场就是伴随着这首歌 对 是的 对 你可能你看过这个全篇的时候 嗯 你就会知道 实际上我们这个戏 就是写爱的故事 是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部戏里头 所有的人物 人物关系 就可以用一个字 去形容是一部爱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变移 随着时间的逼近 人物关系的逼近 但是不变的是爱 小时你说说吧 小时你说说吧 你说说这首看清水盒 对于瓦儿来讲 就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他的出场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就是李强是听到这首歌 他是先被这首歌吸引的 这首歌其实也是贯穿了我们的爱情 你看我们 我们有一次到中年了 然后瓦儿本来都已经 两人已经离了 离了之后剪了短发 然后他又玩又回到小院的时候 两个人去了那个城墙上 又开始唱了《探青水盒》 桃烟尖尚尖 柳烟尖就这么聊天 在气味的那个鸣儿过 心听我来演呐 你不唱了 我怕霍国烟尔 当年 这可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那个时候 我就是因为听到了这首歌 才追到这儿来 结果我一看 怎么坐哪里假小的呀 心想 这女孩得长成什么样 才把头给剃成粪脑 不会是个丑八怪吧 我要真是丑八怪 你还追我吗 那不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唱了 唱了一辈子 也是我和李强爱了一辈子 对 就这首《探青水盒》 真的就像杨岛所说的 就是你如果刚开始 你不太喜欢的话 你不爱听这首歌 你不会觉得这首歌怎么着 但当你真正地听到了这首歌 越听越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至今不能听到两首歌 第一是这一首 第二是我爱你中国 为什么 就是一天到就触碰到我的 我跟某一个神经了 因为这两首歌 一直伴随着这整部剧 伴随着陈瓦尔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彭博的羊羊 我爱你春天彭博的说过 你成也这首歌 你被开除也这首歌 然后你爱这首歌 到以后你老了的时候 你闺女也开始唱这首歌 这两首歌 我就这两首歌选得真不错 杨岛特别棒 我要想念我的女儿 就是演夏天那小女孩 那小女孩英文说得好好呦 我的天啊 一口正宗的英式发音 你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李夏天 我愿意伴随着一首歌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父子和女孩 的生命 想着自己的孩子 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对生命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是对你 但不是对你 虽然他们是对你 但不是对你 他们最终你来的这个世界 是非英女儿来 他们在你身旁 但却并不属于你 这个女孩是杨岛的孙女吗 是是是 我的天啊 我觉得我可能拍了这么多年戏了 我觉得幸福里对我来说是一个 除了跟这些非常好的演员 小陈他们合作是一种 是是一种特别特别幸运的事情 实际上对我来说 对我个人来说 还是一个 可能跟以前拍戏 还有一个不大相同的经历 就这部戏实际上 我跟杨伯两个 是我儿子 我跟杨伯两个是共同 来到这部戏 完了之后呢 那么他女儿呢 来演这部戏 那就是说 这部戏呢 是等于是我们我们三代人去完成了这么一部 在一起第一次合作了这么一部戏 要么那女儿在在在在在国外生活 实际上 我我跟她基础的时间并不长 跟她拍戏这两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很多 特别特别难忘的这个这个事情 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说下午呢 你要你要你要拿着筷子 喂喂爸爸吃面 就是呃什么吃吃面不吃蒜 什么什么味道少一半 对 因为她在国外嘛 她很少用筷子 我就跟她讲 然后她点点头 她点点头呢 她蹭一下就 找到了一个地方 就从那个盒饭那个盒饭那个木头筷子 她就把那个木头筷子冲 不知道从哪儿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她就她就把她画的画呢 撕一条一条的撕 我说她干嘛呢 就她撕完了之后 把那个筷子拿起来呢 就夹那个纸条 哦她当道具 她当成面了 哦 对 在练习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知道吗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知道了吧 那我给你拌一碗啊 可是爸爸 妈妈不让我吃蒜有味 别听你妈 吃蒜是好的 熏倒了敌人健康了自己 记住了吗 熏倒了敌人健康了自己 再说一遍 熏倒了敌人健康了自己 咱们爸爸做的面 咱们爸爸做的面 是不是比咱们做的好吃啊 爸爸我想吃 辣着辣 嗯 我爸爸陪 我女儿演的是真的好 因为什么其实当时也有探讨过 就是会找一个五岁的 可能会有拍摄经验的小孩 可能形象上各方面啊 她可能都会 比较有经验吧 我觉得 小小朋友吗 但是我看到 我真的是看到这个这个罗尔啊 看到我女儿 因为有一次 我我们 我们有一个戏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就是大家可能认为 我看到的是很真实很真实 为什么很真实 用李诚的话说我是freestyle 其实是导演给我的这种 这种自由 他给我的信任 对 是我经常在现场 哈哈 我经常在现场我会 自己的动词 我会自己的说 然后呢 我跟我女儿讲一句词 是我跟她对词里面没有的 她很真挚地看着我 她说妈妈去包里面 没有这句词 哈哈 罗尔她是用她的真实 在跟我相处 她用她的心 在跟我相处 所以我觉得 那我在拍这样的一部戏的时候 我用我的真心 让我看到了一个这么干净 和纯粹的小女孩 她就像天使一样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部戏实际上 我觉得我们幸运地说 我们遇到了这拨人 大家这拨人呢 都很真 很真实 很真诚 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幸福里的故事的 幕后的真实的故事 那下一周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下期的节目 我们也再次感谢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花样聚客厅 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 再次感谢各位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重温节目更多精彩片段 您可以使用海探IPTV回看功能 关注海探公众账号 参与节目更多互动 感谢新浪微博 新浪娱乐腾讯视频 优酷爱奇艺 搜独视频 乐视网 PVTV 芒果TV 风景网 山东手机台 一朵视频 闪命新闻 其路网等媒体 优优独播剧场